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跟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的是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着 日本作家大江江藩郎先生 他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确实很高兴 但冷静地一想又知道这个事几乎是个坏语 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作品 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相差甚远 后来大江先生在中国的数次演讲中 都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而他认为我是有资格获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我想这也是媒体经常会把我跟诺贝尔文学奖 捆绑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这件事其实让我不胜其烦 以至于我曾经分开表示 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 你就造一个谣言 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在中国你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你的苦日子就来了 如果你想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 你要小心 有人会批评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 如果你在小说里面批评了一下体制 你注定逃脱不了向诺贝尔文学奖献媚的大棒 总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前也不对后也错误 无论你怎么多闪 小心都脱不了关系 因为你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其实瑞典学院那十几位评委 哪有闲控来关心这些问题呢 其实一个真正的作家 又有谁在写作的时候还想着瑞典学院呢 厨师做菜是要考虑食客口味的 但也有一些厨师 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碰巧 你爱吃就吃不爱吃就算 作家更应该如此 不考虑文学奖评委 不考虑翻译家 甚至不考虑读者 有了这样的态度 写出好作品的几率 就会大大的提高